有请主持人赵转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站 感谢图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图牛APP 摇一摇摇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找图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的 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的观看本期节目的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于基敬 于老师 欢迎于老师 情感作家苏勤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 华语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现在了解 第一队嘉宾朋友的一些 背景情况 请看 刚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 什么都听我的 在一起时间久了 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 很扮男子主义的一个男生 他希望我 什么都能听他的 然后他会对我有一些要求 达不到他这个要求 他就会很生气 然后我去哄他 一个特别小的事情 可能要哄到河娘世界 现在感觉 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心里特别委屈 我希望我们两个之间 能公平一点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维护我们俩这段感情 一对大学里的恋人 来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24岁来自戴雷 是一名销售女嘉宾 小雪23岁 同样来自大连 大四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谈恋爱多久了 三年了 大学同学是吧 对 谁当时主动追的谁 我追的他 怎么追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上大二的时候 他上大一 我们一次联谊活动 正好我们学长 带着学妹 一起专校园 当时正好我带着也是他 觉得他长得挺漂亮的 你就学不上人家了 是这意思吧 是 然后之后 平时就有一搭没搭的说话 正好到圣诞节的时候 我就约他出来看电影 他也同意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从那之后 我就发现 我自己喜欢上他了 并且也对他展开了追求 追了大概两个月 然后我们在一起了 这不是一直在谈着挺好的 对不对 对 谈得挺好的 我觉得 我们之间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为什么来呢 姑娘 我觉得 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性格 比较弱的一个女生 我是比较喜欢跟着他走 听他的 刚开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没有主意 他可以带着我走 但是后来我发现 他的大男主义 他的强势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就是 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了 他特别爱管着我 特别爱管教我 而且我觉得 我们俩相处模式 已经不公平了 我管着你是为了你好 可是 有很多事 不需要那么管着我呀 你们能举例子吗 就是 很小的事 就是照相 她是 大家眼里的 那个会照相的男朋友 她给我拍的照片 会很好看 我是这个 不会照相的女朋友 我照的照片 可能就是 达不到她的标准 她就会非常生气 她就会 一直说 你怎么这么点的小事 你都做不好 我是因为那个事生气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 我不是因为 你照的不好而生气 我是说 我给你摆好位置了 同样一个位置 同样一个角度 我能照好 为什么你就照不好呢 我明明手把手教你了 你还照不好 我没觉得我照的不好呀 都没有胳膊了 还就好吗 世界美人里面 没胳膊的都是美人 有胳膊的可不一定了 她给我照就是一半的身子 我可以教她 但是她学不会就让我很过难 我觉得一个七八岁的 一个小孩都可以学会 为什么你却偏偏做不好呢 你又来了 你看你在这儿也是这么说我 我们俩相处模式特别不公平 有一次约会 我迟到了 迟到了十分钟 她在那儿说了我一个小时 我一直在哄她 后来有一次她迟到了 我在车站等了她十分钟的时候 她一见面跟我说 我因为把你要默契的时间 预留出来了 所以我来晚了 我以为你会也来晚呢 我觉得很不公平 明明不公平 怎么就不公平了 我说了每次我迟到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 我为什么迟到 而且我迟到的次数也非常少 你那次是怎么回事 你那次明明说 十分钟之后就能到 结果你二十分钟之后才到 那中间十分钟去哪了 我觉得情侣之间 互相等十分二十分无所谓 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等你一会儿会怎么样 凭什么情侣之间就要等啊 我是在告诉你 做任何事都要准时 我觉得我就是在帮助你 形成一个良好的时间观念 挺可爱啊 就这么一个义正词严的男人 你们俩吵架之后啊 谁哄谁一般 我哄他 不是哄不哄的问题 那是因为你做错了 每次都他错吗 几乎每次 你没错过吗 我错的时候 我会主动地承认错误 他就觉得他是全对的 他在生活里就这样吗 对你 对啊 你有朋友吗 哥们我想问问 就你这性格 我有朋友 他很喜欢交朋友 他对朋友的状态 跟对女朋友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 他对朋友怎么对 我听听 他能把朋友 放在我前面的位置 我们俩出去的时候 总是这样 你可能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朋友找你 你说 好那我马上去 然后你再转身跟我说 我有一个朋友让我去 我要过去了 你这件事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 你之前 就应该跟我说 我要去陪我朋友 可以吗 你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吗 那是因为咱俩没有重要的事要做 我才去 你跟他们有重要的事吗 有有 吃饭 有吗 你说我 跟他们去一起走了 就是把你放在后面的位置了 我每天早上 八点下楼的时候 跟你一块吃饭 下午 还一起上自己 晚上一起吃饭 晚上送你到寝室的时候 都十点多了 一天我们在一起 时间十多个小时 你却说我跟我朋友短短在一起 一两个小时 就是我把朋友放在比你前面的位置 不是谁跟谁在时间长 谁就重要吧 而且我觉得你是理解我了 因为同样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了朋友 没有选择我 你愿意跟他们去吃饭喝酒 我选择他们 是因为我觉得咱俩的关系更好 我们的关系更亲近 你和朋友相比来说 你应该更理解我才对 我问个问题 如果说你跟朋友在一起喝酒 姑娘找你办点什么事 你是继续喝酒而给他办事 我会看是什么事 我听得心都凉了 姑娘我想答应应该是 一定是他跟朋友喝酒吧 因为你的事一定是小 对不对 就是说到吃饭喝酒这个事 有一件事我觉得特别严重 上次在他朋友家 他的妈妈一直在发信息 然后我就过去问了他一下 我说是怎么回事 他就回头 他就打了我 我是回头就打你吗 你打没打人 我是动手了 为什么 因为那天我 你打人还有理由 打人是不对 但是那天也不是我主动要去打的 他一个是在旁边摸起我 你也知道我们在朋友家 朋友都在旁边 你就因为这点小事 一个是摸起我 摸起我多长时间 你给你道歉了 第二天我道歉了 你眼瞎 你没看见他在流眼泪 来 这里有纸 过来 别哭 对 自己擦 谢谢涂老师的纸 他到底为什么打你 他觉得没有面子 觉得在朋友家 我没有给他面子 是你干的吗 是 你干嘛了 我跟我一个同事 在说白天的工作的问题 他也看到了 他也知道没有什么 他是跟一个女同事 女同事怎么了 女同事你不是看到 我们聊天的内容了吗 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 告不得人的事 结果你就在旁边 左一遍右一遍地摸起我 我的朋友们都在那听着呢 你让我很没有面子知道吗 然后你就动手了 后来我借了点酒劲 就动手了 你在你朋友面前 打了你女朋友 你朋友怎么说你 我朋友觉得我做得不对 然后呢 后来那天我就走了 找女同事去了 没有 我就自己出去 去报夜去了 什么意思 打游戏 打了一夜 对 挺有志气 打完女朋友不够 再打游戏 挺好挺好 你还就原谅他了 是啊 你今天来这干嘛 我觉得我们相处模式不公平 我觉得我 我想说一下我们的问题 然后 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怎么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你看还有很多女生的朋友 她会 特别 女生朋友怎么了 女生朋友跟男生朋友有区别吗 你像一个志心大哥哥一样 在跟人家谈心 然后安慰她 有一天早起来 五六点钟 就是还在睡觉 她接了一个电话 一个女生在电话那边 嚎嚎痛苦 那个女生男朋友前一天没回来 然后 给她打电话说 我特别难过 我跟我男朋友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她就在给人家解答 大早上起来五六点钟 我心里特别不熟 因为 我听我男朋友在 电话那边在安慰一个女生 而且是那么早的时间 你是认识她的 你也知道我俩只是朋友关系 是朋友 但是我总觉得你对朋友的态度 跟对我的完全不一样 我说了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更近 我问你啊 像她打你啊 你受了委屈 你有没有特别好的志心大哥 找一个说说去呗 没有 为什么没有啊 她把我的一生男生的朋友都 微信都闪了 为什么呀 你的女朋友和男朋友没区别 她男朋友和女朋友也更没区别啊 因为我删的那些男生呢 都是平时跟她说话 都是说你回来啊 我请你吃个饭 一起看个电影这种 我感觉就是不怀好意的嘛 我就给她删了 是为了怀过她 那你怀好意吗 我当然怀好意了 你跟那些女生怀好意吗 人家跟男朋友吵架 关你什么事你安慰啊 我不是主动去找了她 是她来找的我 找你你就管啊 她当时状态非常不稳定 你怎么知道她状态不稳定啊 哭得非常不稳定 话都说不明白 话都说不明白 让你说明白了 就没见过这样 就欺负人 欺负到几点 我跟你真听不下去了 就这你还要 就是今天只来诉诉苦是吧 你怎么不走啊 这是你初恋吗 是 你就只知道说我不好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 我对你好的地方呢 你对她怎么好了我听听 在她上大学第一个生日 当时我的钱也不重许 她跟我说她想要一个完美的生日 想要一个比较梦幻般的生日 我跟朋友借了钱 然后还跟她 多虚荣啊你 然后之后 我跟了他们正好上课那个班级 好多的班长 跟她说我要给我女朋友过生日 她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们我要在课间的时候 给她献花 给她买蛋糕 然后一起给她唱生日歌 这就完美了 我觉得很完美 我觉得很好 有书不好好读就干这的 但是她当时也非常开心的 就这样的开心 跟那些屈辱比起来 开心的多还是不开心的多呀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显然是不开心的多嘛 而且你说我管着你那些 我都是为了你的好 我想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看你有任何毛病的话 我管着你 这难道有错吗 没错 她又来了 都到这儿了 你还是不能说我 你是觉得自己特优秀吗 还可以 一个打女人的男人优秀吗 我打人确实不对 一个打女人 打自己女朋友的男人优秀吗 自己迟到了十分钟 还跟人说 我是为了等你才迟到的 别人迟到了十分钟 就说人一个小时 这是一个优秀男人 该做的事吗 自己的女朋友非常伤心和难过 不知道去安慰 别人的女朋友哭了 你倒安慰得很好 回头说 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可以欺负着你倒哭 我可以不管你 原因是我跟你比较近 这是一个优秀男人 做的事吗 是吗 不是 那就得了嘛 你也是 一个怨打一个怨癌 当一个女人没什么骨气的时候 被男人欺负也很正常 我生那么大气干嘛呀 老师交给你们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这边是初恋 那个问一下男生是初恋吗 不是 恋过几回吧 这是第三回 前两回 模式和这一样吗 一样的 头两个 我跟他们说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对他们好 但是他们不理解 对他们反抗 对 他们不听话 不懂事 还不如这个听点话了 是不是 我觉得是 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总认为自己可以帮助对方 总认为自己可以为对方做主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教对方的时候 什么感觉呀 就是希望 他能把我要求的事做好 你帮助了他 他提高了你 什么感受啊 有一种自豪感 对了 他其实有着自己的心理根源 我帮到他了 他错了 我指证出来了 我觉得很有自豪感 当然 这种感觉也有可能会走向极形 刚才你也承认了 打了女人 而且是当着 其他朋友的面打女人 这种当时自豪感 在那一刻有没有 打完之后没有了 这个我们在心理屏上呢 就叫做这个指责者 他是以 把别人的这个问题 作为指责对象 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边呢 我们叫讨好者 他也受益的 为什么呢 我不需要做主了 什么事听他的 对吧 你给我安排 所以呢 我可以以为事情 就不需要想了 他呢 总是希望这个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然后呢 总是想平息各种情绪 各种问题 但是如果一味的这样下去的话 今天的打可能变成更升级的 其他的家暴行为 慢慢走向极端的话 还会恶性循环 这是非常可怕的 两个人看似不一样 那个是强势 这个是弱势 但其实都是一类人 在心理屏上叫做低自尊的人 他靠着指责对方 来达到自己的自尊 而这边呢 希望能够讨好对方 然后达到自己的自尊 所以他两个之间虐和被虐 它是一种平衡 那如果这种平衡 一旦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 所谓的伤害 甚至犯罪行为 这个就饶恕不了了 请你们三思 一个男人 你说追你的时候吧 千衣百顺 追到你之后就爱搭不离 然后在别的女人跟前 是暖男 大众闺蜜 到了自己女朋友面前 就开始牛气冲天 挺生气的啊 而且我就觉得 听完这段之后 我发现你是一个 特别没有情趣的男人 你的生活就像 方程式一样 什么那个十分钟化妆 这种你都要计算出来 你活成这样 你就觉得有意思吗 你才二十多岁 等你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的时候 你该咋样啊 你说每天都吃饭 都得算时间啊 而且这个姑娘 我觉得她都忍到 这种程度了 你看你站在那儿 好多都是质问 严厉的语气 让我们都觉得太可怕了 小伙子 真的是希望提醒你 你反思一下 你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爱情的态度 我觉得你需要的 不是一个女朋友 你只是需要一个粉丝 就在爱情当中 永远仰视着你就够了 你根本不需要 跟她有这种 平等的爱的交流 所以姑娘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怎么是对的人 对的人就是可以容忍 你不对的地方 你拍个照片 都各种问题 各种不对 这样的人 你还跟她在一起 干什么 那么漂亮 那么年轻 那么善良 赶紧脱离魔掌吧 女孩 开始她追你的时候 可是百依百顺吧 你的一拼一笑 她也很满足啊 她对周围的那些朋友啊 异性朋友也不这样啊 也是会软的呀 为什么偏偏就对你这样呢 究其根源 就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谈爱的男人 追的时候 那自己就是一个奴才 到手之后 觉得你已经跑不掉了 那她就成皇上了 她现在就觉得拿住你了 你或多或少 那你对她其实还是有点崇拜 她的确在很多的方面 是很成熟的 虽然 有些事情她很苛刻 但是她也不是一天两天这样的 其实你内心 你觉得她说的是对的 你其实也自己 知道自己有些 比如爱迟到 或者有些不成熟的地方 她是可以给你补 这块的你的短板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对她是一种崇拜 但是慢慢的这种关系 你过于的崇拜 顺从 她慢慢就地位 就已经转上来了 而且 她是控制你 你呢 其实开始也是有 有挣扎的 但是温水煮青蛙呀 你慢慢的已经被她的这种 这种感觉所震慑 顺从了 即使到了当众打你的时候 你都居然 自己痛苦了一晚上 选择了原谅 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 要独立 你看刚才那口头语是什么 怎么了 我这么做怎么了 你要告诉她 玩完了 明白吗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是有尊严的 不要跟她讲理 跟她谈情 你这么做我不舒服 我是在跟你谈恋爱 你凭什么这样 你这么对我 我就跟你分开 咱不跟她玩了 行吗 那该找谁就找谁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在爱情生活当中 有数个谎言 其中有两个最经典的 分别安在了她和你身上 第一个谎言 她对朋友好 就会对我好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她对哥们好 怎么可能对我还不好呢 我是她的爱人 但事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发现 有一些人对朋友 非常的亲密 而对亲人相对要很冷淡 他们美其名曰的理由是 因为我和朋友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她是个外人 我可以相对地保持理性 控制我的情绪 但因为你是我的内人 所以在你面前 我可以表示出真实 可以不用控制自己 也就是俗称的装与不装 但是事实情况不是这样 事实情况是因为 她虚荣的本性 她要在外人面前 表现出好的一面 而在内人面前 放纵地表现出 自己恶的一面 结果就形成一个 截然的反差 我们的生活当中 经常碰到这种人 在外面像个圣君 回到家是个暴君 在外面人人都说好 到家里就开始变样 所以当我们去判断 一个人到底 他的人际关系 和他对于爱情的态度 是如何的时候 不要去看他 对他的朋友怎么样 要去看他 对他的前任怎么样 你就可以很清楚 你是不是下一个 当这个男生说 他前面两个 也是这样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在 重复这样的心理模式 控制的模式 这是他身上的问题 你身上的问题 也是另外一个谎言 这个谎言就是 有付出 就一定有回报 错误 这事如果放在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情上 可能都是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但唯独在感情生活当中 一份付出 未必会有一份收获 我看见你身上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是在我们的爱宝舞台上 和生活当中 经常出现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 很好的女生 非常善良 非常软弱 他老是找一些 欺负他的人 他招这样的人 比如说酒鬼 比如说赌博 比如说家暴 为什么这样的女人 老是招这样的男人 因为在长久的 相处模式过程当中 你一昧的付出 而不顾及对方 真实的存在 不顾及对方 对你的付出 是否有反应的时候 你的那种付出 不再是付出 而代表了两种含义 第一 你是在自恋的付出 你时常的暗示 我做得很好 而你是个混蛋 所以我没有错 你在暗示自己 第二点 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 你有需要 如果你不付出 你内心会非常空虚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相处模式 坦率的来说 两个问题 搁在你面前 一个问题 是要去理解它 一个问题 是只是对对方付出 哪个相对于难一点 理解要难一些 付出倒相对于简单 所以说究竟 你们两人身上的问题 就在于 你们都缺乏自省 但是在爱情生活当中 自省太重要了 男生如果自省一下 为什么 我对外人 能够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对自己的亲人 会做得这么的冷漠 当你非常一声言辞地说 他这错那错 那错那错那错 而他已经流眼泪的时候 你心里面 没有一点点温情 你没有自省 即便你是对的 但就一个女生 你爱的人 在你面前流眼泪 你难道不应该 有一丝丝温情吗 不管你是对还是错 你没有 所以你从来不曾自省 包括你的前两段恋情 而女生也应该自省 我付出了这么多 她可曾有过一丝改变 倒是变本加厉 你自省过吗 你没有 所以说两个不懂自省的人 在一起 出成这样的相处模式 到最后 一定是家暴从生 如果你们不想彼此 再这样过瘾下去的话 最好是分开个一年半载 冷静一下 过去的这一年多 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 就这个 姑娘生活里就是这样的 我特别坦率地说离开吧 因为其实挺可怕的 还没有结婚 在恋爱期间 你能当着一堆朋友 打了他 就仅此一点 就不应该在一起 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挺起药 重新做选择吧 虽然我知道这些话 说也白说 但是还是得说 哎 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 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听了这些老师说的话 我发现自己确实 在很多地方做的 非常非常的不对 我从来没有像 此时此刻这样 觉得要失去你了 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你有这么多的不满 我现在有点开心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分开 那些毛病我会改 我会尽全力去改 希望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应不应该 跟季师在一起了 哎 第一次跟女人动手吗 不是 肯定不是 就刚才那个段落一说就知道了 完全不是 那个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咱们都见过 但凡像女人动手的人 开口的模式都是一样的 当然了 有些人他就信这个 我们也没办法 谢谢两位 两位请回 哎 来 请关门 他们会出来吗 于老师 会 一是这种激情关系 第二是初恋 所以这两个原因 出来的几率太高了 苏老师 他们会出来吗 不要出来了 妹妹 许中 不会 女的不会 男的会 不管他出来不出来 今天的节目 他爸爸一定会看见 他爸爸 不会放过他 好吧 还是那句话 我们有的权利是 依我们对生活的了解 给别人提出意见 供别人参考 最后生活的权利 在他们的手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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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出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认为今天四位老师说的 都是金玉两眼 他们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 但是希望你们能听 以后别动手了 行吗 至于照相照得不好 你爱训就训吧 你只要不对他动手就行了 可以吗 可以 希望你兑现诺言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别哭了 别哭了 别着急 我请告你 你在床前六十秒的时候 都没有赔礼道歉 你求婚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赔个礼道个歉 来 各位 请见证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刻吧 希望你能原谅我 以前做错的事 我保证以后会对你好 不会再对你那么挑剔 也不再会动手打你 我感谢你能出来 我能为你戴上戒指吗 来 有请一些两位到这儿了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好吗 来 你好 开始 停 好好带这姑娘好吗 好好相处 千万别伤害她了 好吗 谢谢你们请回 谢谢了 好了 祝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 开始你们新的人生 开始你们坚实寻找幸福的脚步 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第二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又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由于我们是一级恋 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很少 她还总是在外面玩 总是不愿意陪我 即使我们能够见面了 她还是不愿意多搭理我 总感觉她的脾气好大 时间一长 各种小脾气小毛病就出来了 她的公主病也是挺多的 每次一吵架都是她吵 我在旁边不说话 默默地看着她 然后去哄她 吵着吵着 最后我的脾气也上来了 我们之间总有一些小矛盾 但是总是会引起一些大的战争 她总是说我跟前女友这样那样聊天 她跟她前男友呢 她总是无务正业 我们两个在一起 总是不能让我看到以后有未来 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年轻的恋人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潮22岁来自安徽 女嘉宾小任22岁同样来自安徽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怎么认识她呢 告诉大家 有一年寒假的时候 我去报了个假校 然后我看到一个挺漂亮的小姑娘 也就是她了 然后我就过去要了Q号 要了手机号 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 你们现在在一座城市吗 现在不在 你是工作了对吧 对我工作了 上面写的是销售 你是马上要毕业对吗 对我马上要毕业 然后准备进入实习的阶段 那你们俩这个恋爱 一直就是异地恋爱是吗 一直都是异地恋 上学的时候 我俩也不在一起 然后就寒暑假回家的时候 能够见面 然后现在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她前女友的关系 我们两个人才在一起的 好复杂 不愧你是她前女友的闺蜜吧 我不是她前女友的闺蜜 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在一起 就是说当做普通朋友聊聊天 然后她说她和她前女友分手了 然后她前女友不知道走哪边 要来了我的电话号码 然后整天就是准时准点的 然后像订了石一样的 一到那个点 她就给我发感谢 就说让我们俩不要在一起 我破坏了她们俩感情 她们俩才分手的 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和她在一起 然后我一生气 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说前女友既然那么想让我们在一起 那我就随了她的心愿 她不想让我们俩在一起 我就越要和你在一起 你是为了赌气才跟她在一起的 对 我是因为赌气 你那个时候追她的时候 你是劈腿关系还是说 没有 其实那段时间吧 我跟我前女友其实已经分手了 跟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 她脾气也不是太好 她跟我又吵又闹的 我就嫌她烦了 然后分开一段时间以后 她有一天跟我说 她好像怀孕了 我就去她那儿 帮她把那个孩子拿掉了 那孩子是你的吗 你知道那是你的孩子吗 那孩子不是我的是谁的 你们刚分手 她就走一辆奥迪车上下来了 你确定那孩子真的是你的 不是那奥迪车主的 我就想不通了 你们分手了 她和你说她怀孕了 然后你跑到她那城市 然后照顾她 她照顾了一个月 你才回来的 那孩子你确定是你的吗 我们俩每次瞅着 你就拿我前女友说事 那你跟你前男友呢 我前男友怎么了 前男友像你前女友 那样无理取闹了吗 找过你吗 对 那时候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了 你们俩聊天时候 她跟你发宝贝 你怎么解释呢 那只是一个称呼好吗 发宝贝怎么了 就算我们俩不说这个了 我们俩也因为聊天事 吵过一次架吧 吵架的时候 她还要说见你 你去没去见她 我去见了呀 但又不是说我要见她的 又不是我跟她说 我说咱俩见一面吧 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 我是想把她们的关系 处理好 然后好好和你在一起 这件事情我和你说了呀 那你们俩关系 处理好了没有 比如说微信 电话全都删了 我还当着你的面删的呢 难道不是吗 这件事情你不记得吗 我倒想问问 你赌气说 一定要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跟你前男友是分手 还是没分手 说分手了 但是我前男友纠缠我呢 等于在被前男友纠缠的过程当中 你们俩好上的 对吧 你也是在被前女友纠缠的过程中好上的 是吧 是的 好 听你前女友怀孕的那一段的时候 那姑娘那么一说 就觉得这姑娘有点不善良 你能够清晰的知道那孩子是谁的吗 是我的 确定是你的 确定的是你的吗 行 你们关系够乱的了 接着往下说吧 你们俩相处多久了 异地恋 有一年多了 有一年多的异地恋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知道吗 咱俩是异地恋 只有寒暑假的时候能见面 我们两个人见面的时间本来也就少 他一和我见面 他就抱着手机在那玩 我也不知道他成天抱着手机在那玩什么 我玩手机不是因为我刚工作 我要跟我朋友聊天吗 你和你朋友聊什么呀 有什么可聊的呀 我们俩见面时间少 你不知道吗 你和我在一地 十几天我都联系不上你 那时候是有原因的好吗 你联系不上我晚上吗 我刚工作完 我要跟我朋友去吃饭 吃完饭我们还要唱唱歌 时候不都给你回了短信 给你回了电话吗 你天天就知道和你那些胡逢狗友 吃饭喝酒唱歌 天天就和他们打游戏上我 难道连给我发条短信说 哎呦我在干嘛干嘛干嘛 这个时间都没有吗 我不是给你回了吗最后 你回来有什么用 我都废着了呀 你不能提前给我发一个短信吗 哎你吃饭 六点钟吃饭 你五点钟给我发个短信 说你晚上去吃饭 你不要找我 你可以吗 行行行 你不说这个行吗 每次都是这样 从来都不知道关心我 那次我生病了 我一个人去医院打点击 我问你 我和你说 我说我生病了 你是怎么和我说的 我不是给你发了个短信吗 你发什么了呀 我让你多喝点水 什么了你生病 你让我多喝点水 天哪 主持人你知道吗 我腿疼 他跟我说你多喝点水 我腰疼 你多喝点水 我头脑疼 他也说你多喝点水 我想 你是做水代理的是吧 哪个牌子 天天你让我喝水 我都快喝成水桶了 你知道吗 多喝点水 让你好得快点 怎么了 我这说的没错 我生病了 喝水有用吗 不让你多吃点药了吗 吃什么药呀 吃药 天天都不要 可救了才要吃药呢 你说 我快要毕业了 然后我进入实习期了 你现在 你已经毕业一年 你工作了 你在南长 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吗 你也知道 我刚工作 我跟我朋友 那些朋友出去玩 出去吃饭喝酒 我是为了积累经验 真当人脉的时候 你积累什么经验呀 天天吃喝玩乐 你还想让我陪你一起去南长 你能让我信任吗 你自己摸着良心讲 我那时候给没给过你 就在那年七夕的时候 那也是我说的好吗 我们俩在一起 前面我说了 咱俩在一起 是因为你前女友 如果你前女友不气我的话 他不一定会和你在一起呢 然后我跟她说 欠我一个表白 然后今年七夕 我也没有想到 她串通了闺蜜 和我闺蜜说 你把她约出去 我闺蜜把我约出去以后 就陪我吃中午饭 然后吃完中午饭了以后 她就说请我唱歌 我当时我心里面就想的是 七夕姐 我不和我男朋友过 我和谁过 我打电话给她 电话不接 我发短信给她 短信不回 最后到KTV门口的时候 我闺蜜突然把我眼睛给捂起来了 然后我就推开门进去 我看到买地的都是蜡烛 她站在蜡烛中间 然后捧了一束花 然后那时候 我就觉得也挺感动的 可是事后想想 那不也是我和你说的吗 你说了我也会做的好吗 你做 你也就为了我做了这一件事 你还能为我做些别的事吗 我为了你 我马上毕业为了你 你让我陪你去南昌 我还要跟着你在那受罪 你在那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让我问你怎么做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可以 今天是谁要上这个节目的 是我要上的 你上这个节目干嘛 就是我现在不是要毕业了吗 然后进入实际阶段 她让我陪她去南昌 然后我现在如果陪她去南昌 我得要放弃我自己的家旅员 然后跟着她走 但是她在那边又不务正业 又没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她怎么样能让我去信任她 跟着她走呢 就是这个问题想问问老师们的 你现在有正经工作吗 没有 但是我在努力 你的想法如果她不在南昌 你去哪你回老家是吗 对我回家 你们两个老家不是一个城市的吗 对 回去呗 就感觉在南昌吧 我感觉工作机会比较大 我问你啊 你跟你前女友现在还有往来吗 已经没有了 你跟你前男友还有往来吗 没有了 你们俩现在都保证 你们俩是一心一意的跟对方 是的 我很喜欢她 我很爱着她 你呢 我也很爱她 你也很爱她 对 我就觉得她总是不务正业 就是给不了我一种安全感 听下来基本上很多年前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叫糊涂的爱 好像两个人说我们都很相爱 但是真的把爱情放到生活里的时候 两个人又觉得这个爱情有点虚 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她烦 有一点 有一点 你会不会觉得她冷淡 有一点 你会不会觉得她有点看不起你 老说你不上进 有 你是不是既想跟她在一起 又怕把自己托付给她 有没有 但是你们俩说 哎呦我们都深爱着对方啊 好糊涂啊 面对这样一对糊涂恋人 老师们你们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注意到南方有一个细节 分手之后前女友告诉你怀孕了 对 然后在分手期间 你和她好在一起了 对吗 是的 是什么导致你们分手的呢 不然是因为她吗 不是因为她 那怎么这么大的转折呢 前女友就是她脾气特别不好 动不动就是妈 所以在分手之前 你们居然还能都怀孕 所以这个分手打了折扣 这边呢 是赌气跟你好上了 所以一开始你们的接触 就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再来 她在学校 你现在异地工作 没有喜欢到说 愿意和她在一起 朝夕相处的在一起 即使偶尔 一个异地人回在一起的时候 还在玩的手机 那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是爱她的 在乎她的 所以她的怀疑 你不要觉得委屈 你没有给到她 足够的那种喜欢和爱 另外一个呢 女方 今天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分清楚 一 两个人感情的问题 适不适合在一起 第二 毕业地点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脸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问题 地点问题 你那边 还没有真正的落地 有个稳定的工作 凭什么让她到你那里去 你们的感情 还没有达到 必须到你那去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点 是没有必要来这里谈的 第二 在感情层面上呢 你们俩更多是一种 简简单单的一种 混乱而一恋的关系 没有让我们看到 必须在一起 一定在一起 想在一起 所以你们思考一下 对方那个人 是不是真的 可以托付终身 所以我希望能够 从长记忆 从远记忆 两个人真的 现在不适合 马上在一起 男孩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碰到的 女朋友脾气都不好 你看你前女友分手 是因为她脾气太不好了 然后怀孕了都要分手 碰到的这个女朋友 今天在现场 反正我们都感觉 她脾气都挺不好的 跟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是态度 180度的大转弯 小伙子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这么倒霉 你碰到的女人脾气 都那么差呢 好的恋爱 是可以让女人 变得可爱的 一个让我们感觉 很抓狂的男人 会把我们塑造的 特别的面目猙獰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让人挺抓狂的男人 你在恋爱当中 是不愿意付出的 你虽然口号喊得山响 但是让你做点实际的 这个行为的时候 我没看到什么 虽然说有那个什么 七夕情人节 特浪漫的那一段 但是咱也不能一次浪漫 就吃一辈子呀 她为什么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去照顾 你前女友一个月 那孩子都不一定是你的 其实我觉得她心里挺吃醋 挺酸涩的 你可以照顾她一个月 但是放假的时候 你都不愿意陪我看看电影 聊聊天 这个女人所表现出来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一个 严重缺爱的状态 现在她对于爱的那种需求 已经让她浑身长满刺了 如果我要是这个姑娘的 家人或姐姐的话 我特别不愿意 让她再跟你继续交往 至少我不会同意 我的妹妹跟着你去南昌 因为我觉得你在南昌的 那个规划还是一个大饼 所以我觉得小伙子 爱一个姑娘 咱别口头上说 点点滴滴细微的事情 做到这儿 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 你们俩开始呢 很莫名其妙 因为她的前女友误会了你 索性你们俩在一起 你还挺有意思 你不把这个误会说清楚 或者把上一段恋情 了结清楚了 马上又开始投入这个恋情 而那会儿呢 你跟你前男友也纠缠不清 还给你发短信 宝贝 那是陌生朋友 一般朋友之间可以发的词吗 你们俩的开始啊 是不清不楚 而这会儿你们居然 很着急的都在一起 刚才你们说 到底爱不爱对方 还是爱 到底是爱什么 男孩从你所有的 种种的做法来说 看不出你爱的 不管生什么病 多喝水 还有人多吃药 不好意思要按时吃药好吗 而且异地恋 在一起时间短 短的时候还去跟自己的朋友鬼混 然后看手机 你的心在哪呢 而女孩呢 你也没有关注到重点 那你和前男友为什么分开 你还说性格不合 其实根本就没找到问题所在 你没有找到上一段恋情 失败的原因 就盲目地开始了下一段恋情 以至于你在他身上要什么呢 可能是要前男友一些仪式感的东西 没有做到的 你要在他身上去体验到 就比如一个栖息的表白 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就让你能温暖一段时间 我敢说 你们俩根本就没开始谈恋爱 相处的时间短 互相的心又不在对方身上 间阶段 男孩想的问题应该是 如何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如果你纠缠在 说不清楚的爱情当中 会毁了你的工作 毁了你的事业 你现在是也要毕业了 对不对 对 对啊 你的问题也是找工作呀 也是自己今后个人的发展呀 让自己都独立起来 等你真正地有了独立的能力 你其实就可以独立地去思考问题 再审视你们之间的爱情 我觉得可能不像你们想的那么美 她漂亮还是你前女友漂亮 都漂亮 你发现你前女友有孩子的时候 她几个月 一个多月 那你怎么能分手呢 又分手分得那么快 马上就有了她呢 你的前男友比她幼稚是吧 没有给过你类似于像七夕那样的感动和浪漫是吗 对 所以在她身上你找到了 虽然只有那么一次 你们俩承认自己是朝三暮四的人 男生不用说了 他不用承认他也是 跟一个女生发生亲密关系 一个月之后 马上就又跟了你在一起 你是吗 你是朝三暮四的人 不是 为什么我觉得是呢 你们两个在这儿口口声声说 我很爱你 怎么说得出口呢 你说你很爱他 但是你从上台起到现在说的都是 你为我做了什么呀 就那么一次 在蜡烛当中捧着鲜花向我招手 还是我说的 我跟你去南昌能干什么呀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 这是你从上场到目前为止 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难道你爱一个人就是希望他对你做什么吗 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他 你说你爱他 你说你爱他 你跟他谈了一年了呀 那你为什么不缺合肥呢 即便是现在他已经闭了业 你跟他回老家又怎么样呢 你不是很爱他吗 我告诉你吧女生 我觉得他刚才撒了一句谎 你一定比他的前女友要长得好一点 他刚才也说了 寒假去报假校班 碰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当时他那会才刚分手啊 他的伤聊得好快呀 马上就把你弄到手了 所以你们俩 对你们的前情过往 既不忠诚又不负责任 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 又没有更深的爱的基础 更多的是因为美色 又或者是因为投机 或者是赌气 两个人走到了一块 你说你们俩怎能走到多远呢 如果你们俩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估计女生 你不会比他的前女友的命运好多少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们俩没有资格谈未来 就这个 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 没关系 认识到 图老师那个话可能说的重了一些 其实是为了能够让你们警醒 和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过去的生活不负责 没有关系 过去了对不对 一路过来 今天到这儿来 我们要对未来的生活负责任 对吗 是的 建立在对未来生活负责任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认清楚自己过去做的 对和不对 其实就是一个反省的过程 问问自己 爱还是不爱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其实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相信我一次好 我现在已经严重地认识到了 我以前的错误 我还是 其实我还是心里还是有你的 毕业以后陪我去南昌行吗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幸福的未来 我们两个人天天玩手机 也不理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 我们两个人有以后 你想让我陪你去南昌 我真的希望看到一些实际的行动 而真的不是你嘴上的空口白说了 如果你这次还是这样欺骗我的话 咱们俩肯定就是分开了 不会再有以后了 我希望如果咱俩还在一起的话 我们两个 好 时间到了 我有个东西想给 哎呦 人家要的是说 你在工作里踏踏实实的 他来 我有个东西想 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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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请关门 当女生接过礼物的那一刹呢 马上脸上就露出了欢愉 七夕那天也是一个礼物 一束鲜花就把它给搞定 我相信当年他们萍水相逢 在练车的地方驾校的时候 估计也是一个礼物把它搞定 一个女生把自己等同 下一份礼物的价值 这有点太子贬身价 算了 现在能看一下这礼物了吗 可以 这玩意儿让我读也不是 不读也不是 可闹心了 你得读 你不读我才闹心呢 虽然在你眼里我不够好 但我一直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我为我们在南昌 找了一个零食的家 希望你成为她的女主人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谢谢两位啊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宝贝 我希望以后你的生活里有我 我会让你幸福 我会一直努力 以前的过错 希望你忘掉 好吗 嫁给我好吗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 500到3000元 不等的一个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好吗 来 开始 停 认真地对彼此好吗 好的 谢谢你们啊 祝你们幸福 秦辉 希望这一对能够认真地爱一回 接下来说一条来自天天圈的消息吧 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情感导师们的 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途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宝箱 抽取现金卡券 接下来一起进入 老途有话说 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跟男友在一起三年了 他跟我来到我的家乡发展 但是辞了第一份工作之后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们开始吵架 他也不主动跟我谈 也不来哄我 我们之间还有爱吗 还合适在一起吗 一个男人为了你远走他乡 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产生一些工作上的不顺 而由此情绪低落 这实属正常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 作为东道主的你 你应该更好地去宽慰他 不是跟他吵架 也不是让他反过来哄你 而你在这个时候 居然他需要他来哄你 而且还在迟疑 你们之间是否应该走下去 在我看来 这个男生对你的这样的付出 不值得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打开 途牛APP 摇一摇摇出百元现金券 要旅游 找途牛 我们的节目是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的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